Ventus我们想留一点空间给使用者存资料 预设它是占满整个磁碟的 那我们可能使用G-Party的磁碟工具 目前它Linux下是预设有这个工具 Windows底下你可能要下载它的ISO档 做成开机光碟或者USB随身碟 来执行 好,我们选择SDB 那我们先前把磁碟依格式化为MTFS 然后这个是它的系统 最小的32枚而已 系统的磁碟机 那怎么样留一个分割区给使用者用呢 那我们要用第一个先请你先卸载 这边有一把钥匙,所以你要先卸载 卸载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个好用的磁碟工具 调整大小 调整一个大智商工具 或者渗出大概30G吧 调一个30G出 但是你不可以在这里直接建新磁碟机 没有,MTFS会开机异常 那你要必须把这一个磁碟移动 往前移 请你往前移 确定 它会警告你,没关系确定 你确定它有没有做好 你可以先按打勾 执行完再去新建磁碟机也可以 确定它是OK的 按下确定,好有 那它会告诉你做完了 做完我后面就多一块空间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来新增 新增一个磁碟机 为 NTFS格式 给使用者存资料 按加入 好,记得是 组分割区 组分割区 那我们再做一次,我们把它删掉 新增一个磁碟 记得是要组分割区 因为现在都是UEFI的BIOS 请你不要再用逻辑分割区 用组分割区 然后档案格式选择 NTFS 按加入 好,设定完之后再按打勾 确定要做 套用 好,这样就完成了设定 那使用者就会有怎么样 有两个磁碟机可以用 好,那我现在把它挂载起来 好了 好,我怎么确定它是不是有 真的有两颗磁碟机可以用 好,像这里有 这一颗挂载起来 后面这一颗挂载起来 所以我们有两颗磁碟机可以用 一颗是Ventos 它要存它的 ISO跟VHD的档案 这一个使用者可以存个人资料 好,这样就可以完成你的 让使用者存个别资料的目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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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